唯德学,唯才艺,不如人当自立,若衣服,若饮食,不如人勿生妻。 二十二 唯德学,唯才艺,不如人当自立,若衣服,若饮食,不如人勿生妻。 小朋友,在这一则里所要介绍的是品德、学问和才能技艺的培养。 每一个人都应当注重自己的品德、学问和才能技艺的培养。 如果感觉到有不如人的地方,就应当自我勉励,奋发图强。 至于外表穿着,或者饮食不如他人,就不必放在心上,更没有必要忧虑自卑。 在《论语》这本书曾说,言回居漏象,一单似,一瓢饮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,真是君子忧道不忧平啊。 小朋友,我们将以古贤为范,奋发图强,来培养自己的品德、学问和才能技艺,好不好? 好! 好! 嗯,阿文,你起来念一次。 好! 为德学,为才艺,不如人,当自立。 若衣服,若饮食,不如人,勿生期。